这个鸡真的太厉害了 有鸡的地方基本上是蹭草不深 因为像这种泥巴下面是有草根的 那个草根都没死掉 像这个季节春季的时候 那个草已经开始发芽了 但是这个草长不起来 稍微一露头就被这个鸡吃掉了 所以是一个头大的问题 前段时间做这个实验 就是用一个筐子里面种的是黑麦草 那个草长得很漂亮 可能是想等那个草长出筐子之后 让鸡来吃 但是算了一下 用那个筐子成本太高了 有很多朋友建议我 人木就是一块场地隔开 吃蛋时间之后再把它封闭起来 再把鸡转到另外一块场地 但是也试了一下 也是很麻烦 以前我左手边 这边就是地网子围起来的 但是那个鸡照样跑过去了 这个草照样长不起来 所以现在把网子改小了 把那个场地干脆把它扩大算了 这边就是围起来的 到时候看一下 看这个草能不能长起来 这个鸡子里面就是种的黑麦草 基本上这个草长长的时候 这个鸡就会通过这个小的筐子 小的格子可以吃到草 但是这个筐子到我们这边成本太贵了 差不多要两块五到三块钱一个 所以的话 你像这么大的场地 全部把它铺满的话 真的是不现实 这笔投入真的是太大了 像这个筐子里面种草 这个草是长得很漂亮 但是 一直在想有没有什么大面积的 大面积成本有便宜的 来把这件事情搞定 主要也是为了解决下雨天的 像下雨天 像这种山上都会有这种小水坑 像那个鸡喝了这个脏水 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我的设想是用这个筐子 把一个长方形 比如说长十米 宽大概在两边的宽度 大概在一米左右 中间比如说这里放个筐子 这个位置放个筐子 我中间就有一条过道 这上面就种草 炒了之后 这筐子的上面就用那个铁网把它盖起来 这样的话鸡就下不去了 那个草就可以到上面长 只要是冒头之后 这个鸡就可以吃到这个中间的草 通过这个种草做实验 这个种草是种得起来 但是就是怎么解决 这个大面积的种草的问题 不知道我刚刚的那个想法 能不能实现 还是说朋友们 有没有好的建议 有没有成本低的 有可能人说可以用那个钢丝网 焊那个铁架 焊那个十五公分高 但是这样的话 像我们这个场地你看 这是能种草的地方 这边的话 差不多都有四五亩的空地 这个种全部用那种铁钢丝网 是不现实的 因为成本太贵了 不要是考虑这个鸡吃草的问题 再就是这个鸡场的环境问题 如果是像我这边种了草的话 这样鸡的场地看起来也要漂亮很多 我们的这个鸡场是建在山顶的 这四周围全是那个茶树 这个茶树里面 现在基本上已经不长草了 因为这个鸡天天到这个茶树里面 在地上已经清得很漂亮了 干干净净的 不知道朋友们有什么好建议 只要成本便宜 又要保证那个草 能顺利长出来 能供给这个鸡吃 欢迎大家到下面评论留言 好 好